用簡單的畫面大家就 所有台灣的元素都在裡面了 展示燈打下來每張圖都不一樣 仔細一看有台灣形狀 還有梅花 山 海 甚至國旗 這些都是時代力量舉辦 國會設計大賞的參賽作品 但得獎的是這些 要符合主題台灣意象 看看得獎作品幾乎都有綠色元素 金獎的藍綠色菱形 有兩個台灣的台字組成 銀獎也有青山藍海 還有台灣黑熊直接擋住梅花國旗 但年輕民眾看了看似乎不太買單 就蠻醜的 不要有太多藍綠的問題 會比較好 如果講的話第一印象好像有點看不出來 是想要表達什麼意思 我沒辦法把民進黨囤掉 原想要走台灣自己的路 沒想到正美學 年輕人抓不到焦點還被藍綠搶走 但一直以來訴求修改國會的時代力量 會辦這個比賽正是想去黨國化 大部分人都覺得說中國國民黨黨會跟這個 出來實力只好自己辦比賽 爭取認同